我們家的廚子做鱸魚是最好的 明月你快嘗嘗 什麼 夫人 都說天翼新收的丫鬟特別聰明伶俐 不如讓他來我邊上伺候吧 跟你借個人不反對吧 伺候季小姐是母堤的榮幸 餐桌禮節可是最體弦教養的 就讓這一屋子人看看 你這種想演丫頭 就連伺候人都不配 魚唇肉質最嫩味道幾鮮美 當年可是做宮廷菜的 可惜分量極少 老夫人是家中長輩 長者為敬 自當先請老夫人先食用 季小姐是都君的未婚妻 但尚未過門自然是客 魚臉質地嫩滑可謂魚中清華 以客為先請季小姐品嘗 都君身邊的妖幻果然知出實力 禮節分寸一點不亂 是我低看你了 季小姐沒有讚了 這隻蟹看著不錯 不過我最愛吃手剝蟹 若是用工具入了刀器 就不鮮了 你幫我剝一隻吧 我這妖幻手受了傷 笨手笨腳的 不是我幫你幫忙嗎 堂堂盧君替我剝蟹 我可受不起 我們府上有現成的手剝蟹 這樣 陳媽 你去廚房 讓他們做一碗蟹肉櫻麵拿過來 給季小姐嘗嘗 好 是啊 這妖幻之前是伺候我的 確實笨 季小姐不如先喝碗湯暖暖胃 蟹肉一面一會兒就好了 熱湯弄的才好吃呢 笨手笨腳的 還不趕緊下去 湯得這麼嚴重 我要趕緊處理才是 我幫你 不必 我的丫鬟很會處理傷口 我回房處理就好 還不跟上來 季小姐 你向來以溫柔大度出迷 不會計較我的丫鬟粗笨吧 自然不會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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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還是 是 是 你是 我 你坐荒沙场 怎么这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你这样不仅不是在护我 反而让我成了重视之地 我做事向来不必考虑这么多 你任性不要牵连我 二爷怎么不明白 你这么做 不仅老夫人讨厌我 就连季小姐都盯上我了 难道我护你 我还有错了 不需要你护着我 你不需要我护你 那你需要谁 方雨泽那小子吗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最近就是太顺着你了 才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警告你 不要再拿我跟那小子比 再有下次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也会对她不客气 快乐 发生了 都不符碉 ありがとう 还有 两个字幕 你 そう 另外